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下个星期的话 当然就可以正式恢复一般的上班 不过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我觉得一切都好 那真的感谢大家的关心 那另外第二件事情的话 就是这样投影片 那拜托 如果你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有做所谓的券商的付委托 是合法而归的付委托第二个的话 你务必要小心留意这档个股 因为这档个股 听说是现在目前的大型券商有好多好多的客户 昨天竟然同一时间再去做买进 可是这档个股的话 他们自己也都不知道他是不是诈骗的个股 那为了避免有相关的风险的话 先请大家先稍微留意一下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原因是因为如果你有看我们YouTube频道的话 我们YouTube频道真的有蛮多蛮多资讯分享给大家的 比方说你看这个 我曾经录过一片影片叫做港股诈骗事件 那这些标股的话是往下标的标股 所以如果看一下我们之前YouTube频道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说你看之前曾经有分享过一些相关的影片的话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资讯 这个你看有没有一天可以跌掉87%这种收入股票 那下面的话其实蛮多的投资朋友留言 那真的有快中的啦 或者说有人问我说可不可以做空 不好意思 我们的付委托业务的话不能做空 但是请你务必要避开 你用加入那种奇奇怪怪的群组的话 那抱你什么什么台股标股 然后再帮你港股标股 叫你赶快去做操作的话 那百分之99.999 那都是诈骗 所以请务必要做小心 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说明这两件事情 然后呢当然我们是唯一的LINE的官方账号 和唯一的YouTube频道 那也要请大家务必来去做订阅按赞分享 加开小铃铛YouTube频道的部分 那因为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投资资讯 然后呢分享给大家 那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做一个 像相关的一个 算是政令宣导好了 也算是一个 我觉得蛮重要的地方跟大家做相关的一个补充 那当然今天的行情的话 你会发现说 对 另外的补充就是说 我们的YouTube频道 真的是完全是开启留言板的 所以假设如果我们在节目的内容里面 发现说像这些相关做相关的互动的话 我也都欢迎 那当然有些个股我能回 我会在我们的频道里面跟大家做相关的回复 那比方说之前跟大家聊过说 那个现在大家都在跟着投信买 可是跟着投信买是好事吗 那我会打一个问号 因为有时候他们会是 就是涨一投信 然后跌一投信 这是现在目前 行情在震荡之中 你可能要稍微去做留意的地方 那我们昨天跟大家聊过这个议题 那当然如果有一些人问我 那种特定主力拉台的资金的小标股的话 很抱歉我就不会跟大家再做相关说明 因为我还是比较喜欢 我能够看得到 我能够掌握得到有基本面的产业背景的 甚至像是真的有一些相关成长的或衰退的 我至少能掌握到的 我会跟大家说 可是如果我真的不知道的话 那我就不介绍了 所以跟大家做相关的一个提醒跟说明的地方 那当然还是要再跟大家提醒说 那个我们的忍者家族的粉丝群 正式升级成忍者家族 那因为之前是那个大恩哥粉丝群 大家会觉得有点错乱 就是那个有人被拉到其他群组去什么之类的 我们再次跟大家重申 我们没有另外见群组 我们只有唯一一个line的官方账号上面的忍者家族 那上面的话有更多好康分享给大家 然后你肯定只要跟我点选一下说我要加入 你可以直接用输入的方式 那你也可以用在我们的选单上面 点选这个部分的方式的话 都可以来做加入 那这个只是做一个小动作 然后呢做一个我们一个互动的动作 那因为我只要确认说 我们不是乱加入的 然后呢你不是在别的地方 而是真的是我们忍者家族 那当然也跟大家提醒说 如果你是我们原本的会员团队 那原来的粉丝群的话 我们会帮你去做自动升级 所以你不用再去做一次申请加入 那我们的忍者家族 上面有更多的这些相关的不定时的好康 会分享给大家 所以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 一定要先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说明的地方 我先花了五分钟时间来 赶快继续讲下去 那因为其实如果今天的行情的话 其实如果你有看今天早上 应该一堆人在喊利空出境 因为真的Fed就生息了三马了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你看那个Fed Watch 根本没有人相信鲍尔只会升两马 所以他真的就是升了三马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说 每股四大指数 在今天清晨收盘的时候 竟然是蓬步上涨 因为大家都知道 就定案了嘛 定案的话呢 就是反正是六月三马 七月的话要马两马要马三马 已经开始有人在揣测说 七月份的升级的动作 这样一个提早去做一个相关预期了 但是无论如何的话 我们台股 竟然却是一个开高 然后但是却走低的这样一个过程 中场下跌了160点 那早上开高一度还上涨了 那个超过200点 那如果涨200点 然后跌160点 其实接那个几乎是 那个高低点 有超过380点 快400点这样的振幅了 那我只能说 这些相关的那个数据的话 其实都在我们早上的时候 有跟大家去做一些相关的提醒 那当然我很老实说 我不知道今天会杀这么低 但是我会跟大家说明 是说其实我觉得 我能够知道的一些相关的方向的话 我会在我们早上的盘前提醒 然后分享给大家 比方说你会看到 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盘前提醒 我把它开大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这是我们每天早上的盘前提醒的部分 那每天早上盘前提醒的话 你会在我们早上七点 就一定看得到 再切一下画面 这个电脑自己切不太好切 来 这是今天早上七点的时候 有看到吗 这是今天早上七点 那我们这是每天的6月16号的盘前提醒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会有行情的看法 然后呢 我也说利空出境 那但是呢 指数的话只会反弹打底 在这边去做一个震荡打底 你想到这边直接V转向上 我还是再次重申 真的没有那种机会 那你会看到是我们这边相关的内容 来这里 来这边 会带动排股反弹继续打底 那但是外资没有立即转为大幅买超 所以指数空间不会太大 所以有人在跟你说什么 那个今天要逼转向 就是今天的利空出境 然后就可以一路往上 那个我觉得太过乐观 可是如果就这个时间点的话 依然还有蛮多很好的股票 跟蛮好的这样机会 然后可以等待大家去做一个相关的切入 所以这时候的话 震荡过程中还是请大家尽量分批 然后承接为宜 那有人问我说那个载版跟鸿海的话 我们等一下那个相关的内容的话 再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 所以我们回来到今天的 那个节目的内容的话 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说 我们的这个 Line跟Telegram Line跟Telegram 那务必要来做加注 因为我们的每天每天第一则 全市场最早的法人提醒的话 全市场的盘前提醒的话 法人也在转传 券商也在转传 我就说 我甚至连那个什么 早上早上八九点多的时候 我还收到我们那个 朋友在那边传给我 因为那我自己写的 可问题是 被人家拿去修改什么的 再转回来的 那个你要看正版的 你就要看大阳哥的 Line跟Telegram的频道 继续讲下去 所以 这个就是我们每天早上盘前提醒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还是一样用大方向 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 那第一个最大的问题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前一阵子的美股 在FED在升息之前的话 其实它是用一个破低的方式的 那包含像那时候指数 主要指数的话都破了低点 可是我们台股的部分的话 竟然在黑手默默互盘之下的话 没有破那个低点 那理所当然的 人家在破底之后的反弹的话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既然互盘的资金 我们之前就说了 没有破底的原因 就是因为互盘的关心 所以在互盘的过程之中的话 它既然不需要短线上面 人家回稳了嘛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就不用 一拉台向上 因为拉台向上也没有意义啊 所以这边的话干脆就先放个手 然后让行情在那边做一个震荡 那无论如何 它的一个大方向的整理格局的话 我觉得依然是没有改变的 尤其是你看这边 有没有信赖币汇率 还是比较偏弱势一些啦 因为这时间点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美股在升息 美国在升息的过程之中 自然就会有些资金 抽离全球的股市 回去美股那边去 那回去美国 应该回去美国那边 因为他们也会找到 那个像债权那边去做parking啊 那无形之中的话 就会造成一些相对的卖压 所以像台积电这种股票的话 就算基本面再好 我直接切下一张投影片 你看他今天还要一样是收在508块 今天还跌了一块 还是涨了两块钱 然后呢 今天的话其实开高 而且还是走低 而且你会发现说 他今天哦 他就真的是填息了 你看一开盘就秒填息 这我常常就跟大家说过啦 你如果是 每一次的台积电的 那个继配息之前的话 那2.75元 你要赚那个除息 是很容易可以赚得到的 搞不好当天就赚得到 可是问题是 你时间拉长的过程中的话 他今天目前还在508块 那这只能说 会变成现在目前 外资的很重要一个动向 你如果看着台积电 外资出外 回去买了 买台积电了 然后呢 连续不断的买了 那台股在这边的指数 就比较有机会 能够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动作之前的话 我还是重申 台积电真的没有资金效益 那我非常非常尊重台积电 它的整个整个营运 跟整个务实本业 甚至我也说过 台积电它就带动了 我们很多很多的户国神山群 就是有一些个股 他们都是受惠股 那这些相关的受惠股的话 真的是你值得去做留意的方向 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像中赛我们是很早就分享给大家的嘛 那创意 我跟大家说过 它就是错杀的趋势成长股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好的股票会在一些题材面消息面挫杀的过程之中 中小型的成长股真的会领先大盘去做一个转强向上 这是目前的一个状况 那但是大型的电子的全职股 你要外资能够直接买回来 不好意思 他们真的很委屈 那他们真的 这个时间点的话 外资他们不会立即买回来 所以联发科 他在6月底23号吧 那他准备要配73块的现金鼓励了 也是殖利率8% 8%这个超甜美的 可是你说 他在这边 这种打底的过程中 还是需要一点点些的时间 那甚至像是联电的话 你看他今天又跌破了50块 那跌破50块 他今年 我已经看到很多人在喊 那5块多 接近6块的EPS了 也都不到10倍本一比的地方 联发科的话也是一样 他今年也是可以赚 号称 我看法人预估大概都赚差不多赚到70块以上 这个是非常非常 之前法人之间的共识的 所以10倍的本一比的股票一堆 那可是外资既然不买他们的话 那我就只能说 你必须要今年 必须要配合着技术面 从网面跟技术面一起看 那 这是现在目前 在操作面必须要去注意到的一个重点地方 所以 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的标题的部分 就是 现在这时间点 确定了FED已经在6月的时候升息了三马的动作了 然后呢 巴尔他也说了 他说 我们并没有试图透过升息来去压抑现在目前的景气 我讲得更坦白一点 他们现在目前都怕景气会衰退 都怕得要死了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一个比较属于那种 且看 且走 然后且调控 然后呢 就是不要让行情到崩 但是呢 却能够控制通膨的这个方向 这很难 这真的很难 所以造成现在目前的短线上面的行情依然震荡 指数依然震荡 这是现在目前 在所谓的指数面 所以必须要遇到的问题的地方 那刚前面所说到的行情部分的话也讲完了 就是因为其实指数真的不会太 不会太大的空间 可是就要看一下 个股表现的地方 那因为其实这个载版三雄 其实最近这两天 真的蛮多人问我的 像昨天也有YouTube 投资朋友在 我们的YouTube留言板 那个问了 问了那个载版的问题 那我就 顺便跟他做一个相关的说明 然后也再记得 重申一次 YouTube频道 上面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分享资讯给大家 尤其是盘后解盘 真的是我们每天每天 用数据 看数据说话告诉你的 然后呢 大安哥玩股 也真的是我自己本人的 我这样讲 赚钱的工具拿来做分享的 所以请你务必 要把我们的YouTube频道订阅 然后呢 如果可以的话 你要开小铃铛 那因为其实开小铃铛的话 你可以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影片的上线的推播通知 所以这个再给我 一点点时间做一个小小行销 我觉得这个真的帮助大家的地方 来 继续讲下去 载板下遇到什么问题 那 今天的 星星领跌 那为什么今天的星星领跌 他昨天其实很大一根 跌了 快跌顶板下来吧 那今天又跌了9.5% 最主要的原因 你看 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 因为这个时间点正在召开法说会 然后呢 召开法说会的时候啊 其实就会有一些 他会释出来一些产业的看法 那星星昨天法说会的时候 他讲了一句话 这句话 我讲坦白一点 他其实没有利己上面的问题 可是却因为这个风吹草动 然后让一些相关的法人资金觉得 什么 对 这个缺口 那个就没有那么大了 因为之前原本星星说到2026年的时候 他一样是看 看供不应求啊 可是昨天星星在开法说会的时候 他竟然说 如果看什么成熟的制程的产品 跟中低阶的产品的话 来我这边早上盘前的时候 如果有写到 来这里 他说因为目前市场面确实是略有波动 然后呢 ABF的缺口稍微小一点点 今年涨价有踩刹车 可是他说踩刹车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就是跟客户之间 还是要取得一个相关的平衡 就是不能他们自己赚太多 然后客户被拨好几层皮 那个这样的问题 所以 但是也因为这句话 然后呢 再因为昨天的外资的 那个调降平等报告 当然今天有外资也把它维持 买进的平等哦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外资 对于所谓的载板的看法来说的话 已经是渐去分歧了 所以 回来到 你问我说载板好不好 那或者说 这个时间点的话 一定会有问说 你大哥你看这个 这种现行 有没有很像之前的那个副顶 副顶 你不是说 这边这个切线 然后呢 跌破切线之后 如果挫杀的话 就是要把握他那个 算个超跌 超跌这个买点 那是四月底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聊过的 我看一下那个同一片 有没有准备 这后面吧 好 等一下再讲 没关系 但是我如果就这个面向来说的话 这个时间点的 那个载板三雄的问题的话 我恐怕要请 投资朋友稍微 听看听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点的话 我看到的状况是 法人之间 对于他的一个 获利 今年的部分 并没有调整 今年的获利 只是用评价的修正的方式 去修正他的评价 也就是表示说 其实法人在看 载板的部分的话 他们觉得 你今年获利一样很棒啊 可是只是 我比较保守而已啊 所以 现在目前遇到的问题 是这样子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 到目前为止的 载板的部分的话 我比较难讲 像上次那样子 所谓的 那个副顶也好 像创意也好 他们是错杀 他们真是错杀 然后带来 一个直接比转吗 还记得的话 那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那个星星 跟南甸跟景硕 这个时间点的话 虽然基本面是对的 那我觉得 可能要等一些 一个短线上面的 评价修正完毕之后 法人圈取得共识了之后 他才比较有机会 去做一个回稳 甚至是 回到基本面 成长的回到 因为如果这个时间点 看他们的本益比的话 也都大概只有 十倍本益比而已 我记得好像之前 星星有个看17块吧 所以这边为止的话 其实已经是 变成是一个 不是基本面的问题 而是评价面的 修正的部分 因为如果从本益比 去估 估目标价的话 你是用本益比 去存以 那个 获利的数字 然后的话 就可以算出一个 算出一个目标价出来 那如果他们现在 这个时间点 基本面没有改变 可是呢 评价 就是本益比被调降了 那自然而然 这个目标价 就会被有调降的问题发生 所以这是 载版三雄 目前遇到的问题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如果你没有 你可以等等 因为搞不好 真的会有那种 那个杀出来的低点出来 因为他们今年 依然是成长的 可是如果你这时候 如果你有的话 我就 我就比较难去 做什么样的建议 因为我不能建议 所谓的买卖的操作的部分 那但是呢 其实你会发现说 真的很多的股票 真的没有不好 就像NVIDIA 就像AMD 它今年一样 就美股的部分 它们今年一样 被无情的 资金面的修正 NVIDIA从289块 修正到前波的低点 在150块左右 然后呢 AMD的话 从125块 被修正到83块左右 它们真的都没有不好 它们都说 就算是消费端 有一些杂音 可是呢 我们看到的伺服器 一样是成长的 那资料中心 一样是成长的 但是一样被下修 就像是台积电一样 就是资金 在卖股票的过程中 它会变成是 好像那个 比较有点保守 或者像风吹草动 就那个 去修正你的评价 去卖股票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 我觉得大家可能 要稍微 留意一下 现在目前波动的 一个状况的部分 所以 如果前一阵子 我用那个ABF 跟伺服器 来看一下 现在目前的状况 就是我很老实说 我前一阵子 我很老实说 我并不知道 这时间点的伺服器 有没有被砍单 或怎么样的状况 目前看起来 一切都好啊 可问题是 这个时间点的话 变成是说 如果所谓的指标股 没有回稳 那你看到信华 你看到像维影 这种股票 还在去做一个 打底的过程中的话 那这种股票 我就不会告诉你 什么趋势 那个趋势成长股 挫杀带来 更低更好买点这件事情 除非 指标股 回稳 转强 向上 那你就好好的 看这个族群 你就很多的 很多的 就是 它就会跌出 买点跌出 低点来可以看 所以这是我觉得 这个是可以跟大家 互动的一些 分享的一个状况的地方 那也因为今年 真的是资金很有限 所以 在那个 反之间的资金来说的话 他们就是会找 那种特定族群 特定族群 拉抬 他们没有办法 像去年那样子 就是随便买随便赚 或者说像是 一个拉抬 就是全部一起拉 这样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就 AVF旧伺服器的 一些相关的分享 分享给大家到这边 那当然还是有好的 对的产业 那 我们刚刚前面所说到的 AVF 它现在目前是被修正评价 可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时间点 像我就像电动车一样是对的 只是还是要 找到一些比较对的族群 跟个股上面去 就像鸿海好了 鸿海我今天早上也有讲 就是我今天早上的盘前提醒的时候 也有跟大家提醒说 你看像 像鸿海 昨天是举行他们那个 电池新的研发中心的动物典礼 然后呢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是 怎么最近的鸿海 这么样的强势 就是它明明就是那种大牛股 那个万年不动股 它就是一年赚十块 然后每次在一百块 附近去做震荡 可是你会发现说 前阵子竟然从一百块这边 然后开始去转强 然后到一百一十六块 那当然最近这几天的话 因为盘事的关系 有一点拉回去做修正 可是呢 这时间点的话 其实你看鸿海 我讲很坦白的啊 它一样在代工啊 它转型电动车 还没有 还没有实质的效益啊 可是这个时间点 它却可以带动 它的相关的族群 评价的往上就调整 那主要的原因 还是因为 大家之后都知道 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个股 正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是转型 或者就算 就在做一件事情 是 他们可以看到 下半年的订单在哪里 他们可以看到 接下来的方向是什么 然后就像鸿海他还说 没有啊 我们下半年没有淡季啊 下半年看的比 我们自己预期还在好 四月五月都是这样 这样喊 然后他现在在喊下半年了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相关的资金的话 就会去找他们的族群 然后呢 他们的社会股 就像你看右手边那个真顶 4958的真顶 最近也是突然从100块 飙到122块 那真顶的话 我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因为他也要切入到栽板 因为他本来 就是做iPhone的那个 就是软版的 软硬版那块 可是他现在这些的话 要切入到栽板的话 其实也无形之中 对于 对于那个 新兴 蓝电锦说 这三个三雄 无形中带来一些压力 所以这个恐怕也是 那个最近ABF 会这样的弱势的原因 当然今天的真理 也跟着一起跌 可是 如果就像目前的表现来说的话 我觉得大家可以留意到这种 有转型的 或说有一些新的机会的股票 或者我之前跟大家说过 就是你去找那种双引擎的股票 会是现在目前的一个选股的方向 跟核心的地方 那当然还是跟大家重申一下 就是我们每一次的分享的股票 就是真的叫做是纯分享了 那拜托拜托 不要看到我 我跟你喊什么 然后你就 就突然跳下去买 因为你看像中砂 我已经讲了好几天了 他这边目前为止 不要真的不要去 全市场都已经在喊了啦 因为没有人不知道中砂 已经是什么 什么钻石跌了啦 然后呢 神准也是一样 我们在之前在这个切线 这个120块这附近 分享给大家的时候 早就已经涨了 涨了60%了 这时间点你再去做追价的话 其实就是市场那边 短线那边这个震啊震少啊 少的 像中砂也是啊 你看他今天也是跌了 就是面临前高附近的位置的话 会比较震荡一些 所以如果真的对的股票的话 我的观念也很简单 就是我不要去追那种 追高追涨 然后追涨停板的股票 再来恭喜会员涨停板 那个没有意义 那个真的都是假的 可是如果真的很多的 趋势成长的好股票的话 我宁可用拉回收纹的方式 去做承接 所以这时候我们一直来的 操作的理念 就是尤其是今年 那今年真的要注意有一些 真的是错杀的公司跟个股 那一起去跟大家分享 这个这个观念 然后呢 花一点点时间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个海运的部分 那海运的部分的话 这几天你会发现说 这个美国的 2022年的海运改革法 它就通过准备要生效了 然后呢 你发现这几天的长龙阳明 又被打到现在波段的低点了 然后你就发现说 长龙又跌得更惨 它又甚至还跌到119 这里其实就是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的 我不是航酸 但我会用数据 会告诉你说话 我会告诉你 法人不想要爆大波段 不想要拼去年翻倍的长龙阳明了 因为今年他们就真的是叫做是 投资价值加上值利率 所以当他们在往上涨的过程中的话 这两条线我再次重申 不是我画出来的 它就真的是台华投控 龙高调节 下去加码 去做反复操作的这种做法 做出来的 那他们都在都在告诉你说 他们在这样做 所以你也 我觉得你也可以用这样方式来去做 这样的思考 那因为其实那个 YouTube上面也有人 有人跟我们留言说 那个投资 就是值利率股票的一些相关的讨论 我讲比较坦白一点 是我喜欢成长股 我比较 比较没有那么样的在意 说那个值利率高 或者是低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因为毕竟 这个成长股 或者说像是股价的表现 说上上面的话 它会来的比较快 而且比较直接 所以这要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 那 常用阳明的部分的话 其实它就是变成一个 区间操作的这种 代表性的股票 因为他们今年都有 十几%的那种值利率 那另外的话 还是要跟大家重生再重生 也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就说到的 就是富顶跟创意这种观念 就是这时间点 就像4月的那一次 4月的那一次 4月下旬的时候 真的太多的股票 因为好的股票 坏的股票通杀的过程中 它就真的会有那种 那个趋势成长股的中小型的个股 它有那种挫杀 带出来的一个抛点的买点 这一次也一模一样 因为这一次的话 其实那个当市场都被确认了 短线上面的震荡过后之后 那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一些个股在 以时间换取空间的指数之后的话 它其实会线线整理出来 然后打底去做转强向上 所以讲一下腹顶第二 今天它总算跌了 来看一下这个线形 我们这有跟大家说过了 我们正在做一件事情 是让头信帮我们抬轿 然后让全市场帮我们来抬轿 所以目前为止的话 我还不想把腹顶第二 把它开出来给大家看 可是以后发生这种线形的话 其实就一模一样 挫杀带来更低个好买点 然后箱形整理之后的话 你看转强向上第一根 然后到前几天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根的红K之后 拉回 那这边我就说过了 我还是等加码点 我要买 我要再找对的地方 对的实际人去做加码 因为这张股票是大波段的股票 所以既然你看 头信已经把我们去做抬轿了 我们昨天在录影的时候 其实只有这两天 这两根而已 然后结果它最后这边 又买了一个大根的 买了600多张的这档 护顶第二 所以如果这时间点 我一样 你再把这个 那个快速跟大家带过就好 来 ASKY 省准的经验 我们就讲过很多次了 ASKY从360块上千斤 然后呢 省准 它也是从120块 不要到220块 那 这个时间点的话 就是 一样是 行情是比较偏正当一些些的 然后可是如果这个时间点 你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做操作 或者你现在目前手上有一些 呃 持股 不知道如何去做应对的话 好那一样的看法就是 欢迎叫我们的获利的团队 那你可以用 LINE的方式 又跟我们用私讯 然后小小鼠 DAR EN888 跟我跟我一对一的私讯的相关的讨论 或者你也可以用 0800 然后66 8085的方式会是我们非常非常优秀 目前没有被隔离的 我们的优秀的同仁们 帮你接通每一通的来电 好那 接下来的行情是震荡的 可是接下来的话会有很多的好股票 一一的在打底 然后转强的浮现的过程 所以如果需要我的协助的话 如果需要持股见证 然后需要持股态度换墙的话 也欢迎教我们的团队 我是陈坤仁 那也预祝各位投资朋友 获利 谢谢大家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 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 和Telegram 官方账号 ID是 小老鼠BAR1N888 谢谢大家 摩尔证券头部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